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現身聯合國安理會先拋出這個問題 俄羅斯作用安理會絕對否決權 從入侵烏克蘭以來任何決議案 只要俄羅斯說不 安理會什麼也沒辦法做 澤倫斯基呼籲趕快把俄羅斯剔除 或是乾脆原地解散 在歐克蘭以來的最嚴重的戰略 整個時間後 後來的第二次戰略 澤倫斯基更形容俄軍的行徑就像是恐怖分子 畫面這麼多 但俄羅斯到現在還是矢口否認 不過3月19號的衛星圖卻成了血淋淋的鐵陣 顯示俄軍在離開前 地上早有遺體的踪影 聯合國的調查也初步認定平民遭到鎖定並殺害 正在針對烏爾彼此指控性暴力的說法進行調查 除了瑞典之外 意大利 西班牙 丹麥等國 光是這兩天就有將近兩百名俄羅斯外交人員 被列進驅逐清單 波羅的海三國陸續關閉俄羅斯的領事館 歐盟也將再祭出新一波制裁措施 影響的雙邊年貿易兒初估突破六千億台幣 歐盟之委會主席范德賴恩更將直接出訪 烏克蘭首都基辅加大支持力道 彭博社跟報導歐盟正在討論要制裁普丁的兩個女兒 只是這兩人連姓氏都無法確定 這一招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在國際的圍堵下 普丁揚言暴富 隨著烏爾地面戰遲遲無法落幕 外交制裁戰火只會持續加劇 翻譯 qua